不择手段的人才能获取利益 马斯克 我以以下八种大胆方式谋取财富 富人最喜欢讲鸡汤 但他们从未告诉你他们如何赚钱 因为他们赚钱的手段 是你想象不到的阴性 在这里 我们让你了解金钱的真相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 有钱人用来获取财富的不光彩手段 这是特斯拉曾使用过的一个面试题 真实发生在一个村庄中 在这个村庄里 人们都不喜欢吃芒果 现在你手里有大量的芒果要卖给他们 你会怎么做呢 现在我告诉你一个阴险商人是如何玩弄局面的 商人每天都去村庄大声喊道 谁家有芒果啊 我要大量收购 商人刻意制造需求 在商业思维中 这被称为无中生有 商人每天都去收购芒果 每天的收购价都不一样 第一天收购价是十块钱 村民不知真假 私下里给了一个芒果给商人 果然得到了十块钱 于是全村人开始寻找芒果商人 每天价格涨一块 第二天是十一块 第三天是十二块 第四天是十三块 每天只涨一块 在商业思维中 这被称为惯性思维 到了第五天 村民们习惯了这种思维 于是有人抢在你之前 把十四块的芒果买走 打算在第六天以十五块的价格 卖给你赚取一块的差价 在市场经济中 你需要这样的人 你必须让这些人赚钱 因为一旦村庄里的人 通过这种方式赚了钱 就会有一大堆人效仿 商业思维中 这叫抛砖引玉 这些商人有事情要回城 他的助手告诉村民们 我偷偷的以每个芒果十块的价格 把老板的所有芒果都卖给你们 等商人回来 你们以十五块的价格卖给他 就能发财了 村民们疯狂的卖铁来错过钱 然后全部买下了芒果 助手带着钱走了 商人再也没有回来 村民等了很久很久 他们坚信商人会以十五块的价格 回来买他们的芒果 终于有人等不及了 因为芒果如果不吃会坏掉 于是以商人承诺的价格 把芒果卖给了隔壁小镇的商人 其实隔壁小镇的商人 也是那位阴险的商人 所以他现在有了更便宜的筹码 故事到这里 你是否觉得很熟悉呢 因为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股市中的庄家 芒果就是股票 助手就是内幕消息 而村民则是散户 这就是为什么股票会一路走高 然后你会自然的被套牢 他们玩弄的就是软性贪婪 接下来的故事 这就是另一种套路 半年后 商人终于回来了 声称他得了一场大病 还在牵挂着以十五块钱买的芒果 村民们惋惜商人信守承诺 自认倒霉 商人说 我的芒果被偷了 你们也上当受骗了 我们都是受害者 他提出 芒果依然是十五块一个 之前是谁买的还是谁的 我会先记下来 商人已经不满足于 仅仅卖芒果 他想知道 如果你是商人 如何才能赚更多的钱呢 你可能已经发现 有些村民想买芒果 但是没有钱 于是你提议借钱给他们买芒果 在惯性思维的引导下 这些村民一致认为 芒果的价格会一直上涨 然后 村民们将手中的芒果抵押给你 以换取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多的芒果 你不需要亲自卖芒果 却成为村民们的最大债主 在村民还清贷款之前 这些芒果仍然归你所有 这被称为以一代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聪明的村民发现 其实芒果并非必需品 你同样可以过得很好 而不需要背负沉重的债务 然而 你担心村民的这种想法 会对芒果的长期存在造成影响 所以你赋予芒果其他的价值 你告诉村里的年轻女孩 一个连芒果都买不起的人 不配拥有爱情 同样 那些不购买芒果的人发现 无论他们之间的教育证明 获得的奖学金 以及一切优秀的证明 在那些拥有多个芒果的人面前 都不知一提 于是 这些村民只能无奈地 跟随这世俗的轨迹 放弃了对芒果价值的其他想法 经过十多年的时间 你发现村民的繁衍速度 已经跟不上芒果树的种植和采摘速度 根据工序关系 芒果的价格迟早会下降 问题是 你手里有大量被村民抵押的芒果 比如 那些以20块钱购买芒果的人 如果芒果降价到了10块钱 他们还会还贷款吗 显然不会 所以你想出一个办法 将芒果作为抵押品 给予他们借款 然后你可以将村民欠你的钱 再次作为抵押品 这被称为贷款再抵押 这样 你就将风险转移到了其他人身上 你再次套现并离开了场景 当芒果价格下跌时 很多持有大量芒果的村民 开始感到紧张和愤怒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 是在高位购买的 现在无法偿还贷款了 芒果被拍卖 之前的20块钱芒果 现在可能只值十几块 甚至更低 这是你第三次介入 用不良资产处理的方式 抄底进场 这是否算作趁火打击呢 因此 你手中又囤积了大量的芒果 如果你想继续以过去的方式 出售他们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你出面哭诉 希望村里能帮助你 最终 处理机构也在研究中 不久前 私募炒芒果基金被打开了 于是 你迅速将手中抄底的这些 不良资产芒果进行了包装 至少价格翻了一番 卖给了私募基金管理人 这是你第三次套现 并离开的场景 明白了吗 这个情节 你是否理解 对 这就是在房地产背后 资本家剥削平民的操作 或许你还不清楚 为什么银行一直能够获得 不断的利息收入 因为房地产是银行最伟大的产品 一位高雄的老板只用了一招 今天已经赚了超过三千万元 这种模式有点缺德 不建议大家去复制 但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模式背后的逻辑 这位老板是做五金设备的 他的客户是工厂 设备大概三十万元一台 利润大概在五万多一点 这位老板的操作非常非常简单 首先他先是在各大的招聘网站 去发布大量的信息 招募销售 如今的市场不景气 生意难做 人家招募销售能给到五万 底薪已经很不错了 而他直接给出了十万 这就吸引了很多业务员 跑到他这来应聘 底薪十万元是一分不差 但有一个前提 就是有一个月的试用考核期 就是卖出去五台设备 能够被正式录用 如果卖不出去 就直接被淘汰 同时只放一万元的试用期工资 就这样半年的时间 他一共找到了四百多名业务员 卖掉了六百多台设备 直接就做到了千万的利润又留下来 只有不到三十人达到了标准 大部分人只能够卖到两到三台设备 而未达标的直接被淘汰 恰恰是这些被淘汰掉的人 给他创造了几乎所有的业绩 虽然这样看上去有点缺德 但不得不说这个老板的思路 是真正的将借力这个东西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当我们生意不好的时候 或者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生意的时候 关键原因还是我们的思维不够狠 这是一个阴谋的搞钱手段 就阴阳两面低局 美国的苹果 微软 日本的索尼 韩国的三星 都是靠这一手原地起飞 全球捞金 即使到今天还有无数的商人在引用这个局 这个名字出自一本神话小说 叫做搜神记 传说在古代经常闹鬼 于是老百姓就请来了驱魔人帮忙抓鬼 驱魔人团队有两人 一个师父 一个徒弟 都穿着道袍 看上去就很专业 到了现场 师父先是召唤天眼 到处看了一遍 发现闹事都是一帮刚毕业的小鬼 法力都很弱 于是就给徒弟使了个眼色 说就是这种小角色就拿给你练手了 徒弟心领神会 立马开始拔剑念咒驱魔 要说这般鬼还真的不惊 打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全都被徒弟收拾了 师徒二人收工以后回到住处 师父问 你今天斩杀了多少鬼怪呀 徒弟回答说 七七四十九个 师父欲问 那么之后呢 徒弟回答说 随后又在四个关键方位上贴了符咒 这些鬼怪一百年以内都别想再出来害人了 师父叹了口气说 你把他们都灭了 那以后我们吃什么 徒弟一脸狐疑 师父接着说 知道你为什么成不要顶级的驱魔人吗 但我们这一行啊 有个行规 如果有十个鬼 你最多除去二三 如果有五个鬼 你最多除去一二 如果只有一个鬼 你只要打发他走就可以了 你这样一下子把他们都消灭了 他们不再出来作乱 那我们不就失业了吗 美国加州利福摩尔有一个消防局 里面有一颗灯泡 这个灯泡从1901年至今一直亮着 已经亮了120年 生产这个灯泡的谢尔比公司 因为其灯泡质量太好 所以在1925年倒闭了 在此之后 美国五大灯泡厂商组成了一个价格联盟 叫做太阳神 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定 就是所有厂商的灯泡寿命均不能超过1000小时 消费者不得不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换一次灯泡 这样五大厂商就源源不断的赚钱 2018年 德国明镜周刊报道 意大利反垄断机构 对苹果开出了一张1000万欧元的罚单 理由是苹果有计划的淘汰智能手机 诱导用户升级到手机无法完全支持的系统 同时不提供版本降级的方案 以此来刺激用户购买新手机 上线也一样 因为类似原因 同时被罚款500万欧元 为什么你花大价钱买来的充电线 总是没用多久就坏了 你使用的护肤屏只要一停 是不是立刻就会出现各种皮肤问题呢 阴谋和阳欧局的思维逻辑 就是在满足你的需求的同时制造新的需求 要知道 在商业活动中 问题带来需求 需求带来利润 凡是追求完美的 大多是科学家 凡是追求历史第一的 都是商人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说法说 渣男的钱是给女生看的 而舔狗的钱才是用来为女生花的 钱者在制造需求 只要需求存在 关系就会持续 后者从一开始就努力满足需求 需求一旦被满足 那么请问你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 一个90后的年轻人 没有花一分钱 却收购了一家超市 并且在一个月内 成功赚得了150万元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个小伙子发现一家位于地理位置不错的超市 装修也还可以 但老板每个月都在亏损 于是准备转让 转让费用是100万元 这个小伙子与老板协商 我今天给你10万元作为押金 并且一个月后再支付余下的90万元 如果我不能按时付款 这10万元也不再返还 你将继续经营 老板欣然同意 然后这个小伙子推出了一个活动 顾客只需充值1000元 即可获得1000元的充值金额 1000个鸡蛋 以及1000元的现金返还 具体操作如何呢 充值1000元 返还1000元 在额外赠送1000个鸡蛋 最重要的是 每次消费还可以享受1000元的现金折扣 直至折扣累计达到1000元 此时消费者已经在店里消费了1万元 通过这种方式 小伙子迅速回收了150万元的现金 还清了老板的90万元债务 手头还有60万元的流动资金 最关键的是 他在这个过程中吸引了1500名客户 使得超市始终繁荣 你可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餐饮店 理发店和健身房也开始采用这种策略 要记住 用户不仅仅追求价格优惠 更想得到实惠 这是炎炎夏日中悠闲的一天 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依赖信用度生活 此时 一位有钱的旅行者来到小镇 他走进一家旅馆 放下一千元的钞票在柜台上 说想看看房间后再决定 在这个人上楼的时候 旅馆老板拿起一千元钞票 匆忙走到隔壁的肉店 用这张钞票支付了他所欠的肉款 肉店老板得到了一千元 他去找父亲是养猪农的 用这一千元支付了欠款 养猪农拿到了一千元 又去付了他欠饲料供应商的款项 饲料供应商拿到了一千元 立即去付清他的嫖娼费用 一位妓女得到了一千元 急忙冲到旅馆 付清了他所欠的房费 旅馆老板将一千元钞票放回柜台上 以免旅行者下楼时发现钱不见了 此时 这位旅行者正下楼 拿起一千元钞票 声称没有找到满意的房间 然后把钱收入口袋 离开了 这一天 没有人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也没有人获得实际收益 但所有债务都得到了清偿 大家都很开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现今只有在流通中才能产生价值 而经济永远存在于炒作之中 另有一个有趣的例子 两名经济学学生走在路上 看到路边有一坨石 A对B说 如果你吃掉这坨石 我就给你五千万元 于是B为了钱 毫不犹豫地吃掉了一坨石 A毫不犹豫地掏出五千万元的支票 给了B 然后他们继续走着 但内心都有些矛盾 A在心里想 我居然给了他五千万元 太不值了 B在心里想 我吃了一坨石 居然只得到了五千万元 太不值了 突然 路边又出现一坨石 B决定要报复A 他说 你把这坨石吃掉 我就还你五千万元 A看到机会可以弥补损失 于是毫不犹豫地吃掉了 然而 两人回头想想 觉得事情不对劲 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却分别吃了一坨石 他们把这个笑话 告诉了他们的经济学导师 导师激动地说 你们知道刚才做了什么吗 你们刚刚创造了一个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所谓的GDP 就是国家生产的全部价值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互动和循环 实际上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重要因素 钱的流通和使用不仅仅是一种交换媒介 更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 无论是商业交易还是消费行为 都在不断地创造价值和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 在这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警惕阴谋和阳谋局 商家和企业往往会通过创造需求 引导消费等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例如产品的质量和寿命被人为降低 以便在短时间内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 从而增加销售额 这种策略背后往往隐藏着商家的利益和消费者的损失 从而形成了一个看似互利的循环 在商业世界中 了解这些经济策略和思维逻辑是很重要的 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运作的规律 从而更明智地进行消费和投资决策 同时 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和警惕 不被商家的推销手法所迷惑 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总之 这篇文章通过多个故事和例子 展示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些有趣现象和思维逻辑 无论是商业的阴谋还是阳谋 都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了解这些现象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商业世界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 不被商家的策略所影响 经济活动充满了机会和挑战 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 才能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商业世界中取得成功